我們來談這個電路 什麼叫電路呢 就是把一些電器、電源跟開關把它連接起來 那這種我們叫做電路 電路的話有所謂的通路 所謂通路的話就是說 電流它能夠這樣通過去 我們叫通路 就是說你把開關按下去 讓它這個導線互相連接 這樣這個電流就會這樣流 這個我們說通路 如果你把這個開關把它給拿掉 這個就斷路 電流沒有辦法通過 這個叫斷路 什麼叫短路呢 短路是說 我們從這裡到這裡有一個電阻 所以它會有那個電位下降 但是短路的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有一條電線直接跨過去 跨過去了 跨過去的話 然後呢 這個電線的話 電阻幾乎沒有 所以所有的電流通通從這裡走過 從這裡過來 電流沒有從電阻器經過 那這個我們叫短路 當然你這個開關要接上去 這個我們稱為短路 還有所謂這個接觸不良 接觸不良的話就是說 接觸不良就是接觸不良 就是說 電路在插座或導線連接處 外表看似有接通 但實際上並未緊密接觸 而有空隙 造成極大電阻 如同斷路 這個我們稱為 這個電路接觸不良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電路的連接方式 連接的話 有所謂的串連跟並連 比如說我有兩個電器 比如說一個電燈泡 一個什麼呢 一個那個 這個電爐 電爐事實上也是一個電阻 那這樣 這樣一個接起來 這個我們稱為串連 還有呢 所謂的那個病連 通常我們家用電器 都是用病連 因為你用串連的話 這一個它的電壓就不足 因為我們外接的電壓 固定是110V 你那個每個電器 它額定的電壓 也都是110V 那如果你給它串連的話 這個電壓會不足 所以我們電器 通常都是用什麼呢 用那個病連的 比如說電冰箱 這個呢 這個所謂的 這個電磁爐等等 這些 電源 電源 我們通常是110V 那這種接法 我們稱為病連 這病連的話 不會什麼呢 不會讓這個 電壓的話 會有所下降 就是說 這兩段的電壓 跟這兩段電壓一樣 這通常是110V 家用的話 這兩段電壓跟這兩段電壓一樣 不過呢 你如果用病連的話 這個電流會增加 那電流會這樣增加的話 每一個電器 耗電的電量 都是把它直接加起來 這個我們就稱為 病連的這個 病連的電路 這個我們稱為 串連的電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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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